何博士这一生对社会贡献良多 希望他一路走好 这个何博士指的就是刚刚去世 享年98岁的神奇赌王何鸿燊 而这个发生悼念赌王的人 则是传奇巨星刘德华 两人乍一看并没有很多交集 但仔细一想确实也没什么交集 可华仔在赌王大亨之新歌传奇 赌王大亨之至尊无敌里 饰演的就是赌王 戏里赌王的原型便是何鸿燊 这位传奇还评价过这两部电影 我没那么风流 如果拥有四方十七子的他 都说自己不风流 那看来我就要重新审视一下 风流的定义了 不管赌王自己说了什么 在众人的心中 他就是一个传奇的风流人物 所以当刘德华说 他对社会贡献良多的时候 这句话自然引起了争议 有网友质疑 贡献在哪儿 他能有什么贡献 还有人火气很大 啥贡献 反而觉得你是宣布占位获利而已 也有人笑嘻嘻 觉得华仔是正话反说 更有人疑惑 明明有那么多赌徒 家破人亡 可是 刘德华的话 不是空口无凭 而有些事 是想为人知 但也不代表 它不存在 正是因为有了 华仔的发生吊念 赌王显有人质的一面 而浮出了水面 社会头衔 在很多人看来 并不能代表什么 但是 何鸿燊所数不清的 但是 何鸿燊所拥有的 数不清的社会头衔中 发挥过作用的 着实不少 比如头衔 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总经理 澳门国际级场专营公司副主席 而赌王则投资新建了 澳门新港澳客运码头 还利用港澳客运码头建筑的顶部 修了直升机机场 而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成立后 它的娱乐公司还占其中三分之一的股权 又如头衔 澳门广播电视公司副主席 当然也是靠钱砸出来的 88年 澳门电视台并临倒闭 赌王联合其他商人为其注资 并收购了16%的股权 亦或是澳门大学校董事会主席 香港世贸中心主席 何鸿燊航天科技人才培训基金会理事长 何鸿燊以一己之力向众人证实了 赌王这个词里不仅有赌 也有王 提到赌 那必然就是澳门 而赌王也一直保护 推广着澳门独有的中西文化 他认为这是一种优势 能让澳门持续发展 所以他参与并支持着澳门各个领域的活动 例如旅游 文化 体育活动 而其中也步伐赛车比赛 艺术节 音乐节等等 这组一看出 赌王对各项文化宣传 红羊都很有兴趣 并不是个传统的小老头 他可以捐出一个黄羊木达摩雕塑 然后被故宫博物馆收藏 也可以拍下富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油画和青铜雕塑 继而全部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赌王的几瓶水还端得挺平 采取不让任何小博有意见 他还出资过300万美元 支持首都北京 新建了中华世纪谈 赌王因此成为了北京市荣誉市民 也从而受到了鼓舞 他继续努力着 收集到了由人民日报社编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 中国 而且还是2000号珍藏版 他赠送出去之后 由中华世纪谈永久珍藏 08年的北京奥运会 赌王当然也参与到了其中 刚升奥北京成功那会儿 他就已经开始捐资 坐立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的水利方 就有他的一份力 赌王捐了一个亿 于是水利方里有了他的专用座位 还刻着他的名字 北京奥组委向他授予了 捐资公建公勋荣誉章 他还成为了北京奥运会 申办委员会的顾问 赌王能参加这项盛事很积极 还送了副春光合运图给澳组委 如今真曾在国家体育馆 后来 赌王还热情地支持 香港举办北京奥运马术比赛 也就不难怪他还有个 澳门赛马会董事局主席的头衔了 其实可能还是因为当初他花了4.5个亿 收割了濒临倒闭的澳门马会54%的股权 赌王在各个 赌王在各种领域里的头衔数不胜数 但看到奥运会火炬手这个头衔 但看到奥运会火炬手这个头衔 还是挺令我惊讶的 北京奥运会传递圣火时 圣火境外传递的最后一战是澳门 赌王是第二棒 此时他已经86岁了 他跑完200米 还觉得传递路程太短 当火炬手还是赌王自己主动请因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赌王 估计连第二棒都当不了 可是他不单纯 他对各方面的贡献 完全能在所有火炬手中 完全能在所有火炬手中名列前茅 所以 尽管他是采博大亨 出生于香港 祖籍又是广东 怎么看都代表不了澳门 但足以让人忽略以上的限定框架 当上奥运火炬手也是意料之中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输出 赌王参与了 而中国历史上 有些疼痛必须铭记 有些义苦的行为 赌王也参与了 1987年 赌王就一次性向国家捐出了147件中国古代人物 而且渐渐都是价值连城 除此之外 他还竭力地抢救在了 除此之外 他还竭力于抢救流失在外的国宝文物 他的用意很简单 却很深刻 让新一代人热爱祖国 勿忘国耻 他用600多万人民币救回了猪手铜像 用6910万港币救回了马手铜像 最后 自然又是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他还赞助了猪猴虎牛手铜像 在全国巡回展览 除了以上这些 其实赌王在航天领域做出的贡献 也不小 其实赌王在航天领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赌王69岁时 就成立了何鸿生航天科技人才培训基金会 过了三年后 他还在河北廊坊时 建造了何鸿生培训楼 专门用于培训航天科技人才 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里面 赌王也都设立了Shift奖基金 一部分用来奖励表现出色的老师 另一部分则用来定期举行各种航天大赛 让所有航天高校的人才都能真正的学以致用 航天部的各大院里 赌王也都设立了培训部 为航天领域源源不断地输入着人才 而赌王考虑的也相当全面 就连中国航天集团主办的夏令营 也由他的基金会提供着支持 基金会还一直开展着一系列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网活动 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于 促进海峡两岸与港澳台地区青少年的交流 并且基金会每年都会把港澳台的小孩子们 送到北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用意也很纯粹 激励小朋友们作为中华民族议员的自豪感 何鸿燊基金会这一共就是30年 现在他已经去世 但我想这份支持肯定不会断 在我的潜意识中 其实对赌王并没有好感 毕竟一个赌字毁了那么多家庭 再加上听说过他的风流情史 下意识就会认为他是一个风流的有钱老头 不过事情总是要 不过看事情总要有两面性 他对感情不专一并不能影响他爱国 他爱国也不能掩饰他妻多情人也多的事实 其实有些人说的很有道理 没有赌王 难道那些人就不会家伙人亡了吗 赌王自己也知道 赌并不好 所以他从来不赌 他甚至还劝过大家 就当成是一种玩耍 娱乐 千万不要过分赌 然而这不 然而这不就像烟河上的心 然而这不就像烟河上的吸烟有块健康吗 其实没有什么用 不过 不过 赌王已经留下了这句话 人们听不听得进去 就是人们自己的事了 就像赌王为社会做出了那么多贡献 留下了那么多影响 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能力 别人知不知道就是别人的事了 98岁的赌王世事 留下的不只是让自家人眼红的遗传 98岁的赌王世事 留下了不只是让自家人眼红的遗产 他还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留下了对社会的贡献 未来总会有人比他更有钱 但能像他如此 但能像他如此看重 但能像他如此看重文化公益的有钱人 恐怕还是难得 赌王曾经有 现在有 将来更会有 但何鸿燊 终究还是消失了